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233晚校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解 金奖班的第二章 第二章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第一章当中 讲到商品经济 它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 一种经济形态 商品经济它又分成 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发达的商品经济 也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 不可逾越的一种经济阶段 那么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形态 到底有哪一些基本原理呢 我们在这一章当中 主要是有三节 来供大家学习 第一节呢 我们要讲商品 居然是商品经济嘛 那你不了解商品 那是不行的 商品呢 它有两个基本属性 分别是价值 分别是价值和使用价值 一个呢 是社会属性 本质属性 一个呢 是自然属性 而且商品的两个属性 它又是由劳动的二层性 所决定的 也就是我们的具体劳动 和抽象劳动 那么商品 它的价值 是由价值量来决定的 这就是我们第一节 里面主要 讲的内容 第二节 货币的产生 与智能 在这里面 当然我们要知道 货币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 这种货币 是用纸币 它有一种价值 表现形式的演变过程 另外 货币呢 它的职能 主要是有四个方面 五个 但最基本的呢 是有两个 基本职能呢 功能呢 是有五个 还有货币流通 它有相应的基本规律 我们通常依据是马克思的 货币流通规律 第三个方面呢 是价值规律 积起作用 我们的价值规律 有一些基本内容 表现形式 和主要的内容 作用 我们整个 第二张知识点 相对第一张来说 要少一些 15个知识点 那么在晚年的 考试情况来看 这一张啊 一般也都是 在五分左右 四到五分 但是去年呢 分值比较高 高达七分 这个呢 是没有显到的 就这一张 知识点不多的情况下 居然有七分的分值 而且从我们的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都有涉及到 具体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节 商品的基本属性 及本质特征 我们要了解 商品有哪两个 基本属性 那就是 我们的 使用价值 和价值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商品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 劳动产品 所以一定是用来交换的 劳动产品 才能称之为是 商品 你自己 生产出来一个东西 自己消费了 这个不叫商品 生产出来一个产品 自己把它用掉了 这只能 称之为叫产品 不能称之为叫商品 它只有使用价值 和价值两个属性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 自然属性 反映的是 人跟自然的关系 这个价值呢 是本质属性 和社会属性 凝结在商品当中 一般人类劳动 就是价值 那么从这个定义上面 可能更加理论化了 那道理很简单嘛 比如说我们一瓶矿泉水 它的使用价值在哪里 使用价值就是能够 解渴嘛 人们喝了 使用了 有后能够解渴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使用价值 而这个解渴 是不是体现了 人跟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 人有这种需求 于是这种商品 解决了这种需求 而这个它的价值在哪里呢 这瓶矿泉水 两块钱 对吧 那么它的价值 就是两元 就是两元 所以它是凝结在商品当中 一般人类劳动 这就是价值 好 我们来看 这道题 作为历史范畴 商品价值是指商品所特有的 刚才我们讲 商品的价值 它是商品的 一种 本质属性 和社会属性 而使用价值呢 是自然属性 第二个知识点 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 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就是商品 也就意味着一个商品 它是既要有使用价值 也要有价值的 如果只有使用价值 没有价值呢 这种东西 不能存置为商品 只有价值 而没有使用价值呢 这种东西 是不存在的 那么使用价值 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 就没有价值 因而也就不是商品 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 仅仅有使用价值 而没有价值的 也不是商品 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 也不能同时既拥有价值 也拥有使用价值 这个是不行的 注意啊 两个人 比如说 矿泉水的生产者 产家 他把矿泉水销售出去 实际上他拥有的 就是矿泉水卖出去的 这两块钱也就是拥有了 他的价值 而消费者 买了这瓶矿泉水 喝了 那么支付出去两块钱 得到的是这一瓶矿泉水的 使用价值 没有哪一个人 既能获得商品的价值 也能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 这个是不可 是不存在的 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 或内容 交换价值是价值的 表现形式 所以我们说价值你怎么表现呢 那当然通过价格 而价格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交换价值 我们来做题 关于商品 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答案就是A 我们看BCD错在哪 他说B呢 只要具有使用价值 就能成为商品 错了吧 这个是不可以的 有使用价值 没有价值的东西 不能成为商品 比如说 这种东西有没有 有 空气 有没有使用价值 有使用价值 但是呢 没有人愿意花钱 去买这个空气 所以空气 不是商品 C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错了吧 它是自然属性 第一 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 是为了获得该商品的价值 是为了获得什么 使用价值 生产者是为了获得 这种商品的价值 再看这一题 商品的使用价值 是其价值和交易价格的 物质承担者 答案选C 再看16年 这道题 商品经济条件下 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 当然表现为交换价值 答案选A 好 第三个考点 商品基本属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也就我们刚才讲了 使用价值和价值 它有什么来决定呢 那就是由劳动的傲从性 来决定的 我们任何一个劳动 它实际上都是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 比如说 胡老师在这里讲课 那么我的具体劳动 就是站在这里嘴巴呱啦呱啦呱啦在那剪 你所看到的 我在这里手足舞蹈 口沫非战 但是呢 我还有一些抽象劳动 这个抽象劳动就是在这地方 耗了时间 耗了精力 而时间是抽象劳动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劳动的傲从性 它是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 这一题很简单 它是由劳动傲从性来决定的 答案选A 这个我们不多解释 我们第四个考点 就是要来看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具体劳动呢 它是指在一定具体形式下 进行的劳动 像我在这个地方讲课 这是一定的具体形式吧 你能看得见我 你能听得见我 对不对 那么抽象劳动呢 是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的 一般人类劳动 也就意味着 大家都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的 什么形式啊 时间 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关系 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商品生产者在从事具体劳动的同时 也付出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创造的是使用价值 而抽象劳动创造的是价值 具体劳动 质上是不同的 链上也无法比较的 你像我在这个地方讲课 这种具体劳动 看到我嘴巴在这减 对吧 那跟工地里面 的建筑工人 他们在 搬砖 这两者之间 你能说怎么去比较吗 不好比较的 因为我在这里可能 大多数用的是脑力 适当 也要用体力 因为我手在动呢 嘴巴在动呢 但是建筑工人 他可能更多的是体力 适当 用一些脑力 那么这个两者之间啊 质上面是不同的 链上面也没办法进行比较 但是抽象 劳动就不一样了 他质上是相同的 链上是可以比较的 为什么 我们刚才讲了 很简单嘛 都用时间来衡量 我在这里讲一天课 建筑工人在那地方 搬一天砖 这两者之间 都是用时间来衡量 是不是说 质上是相同的 都时间嘛 而链上呢 可以比较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我们来做题 去年才考的 关于生产产品的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抽象劳动是 劳动具体形式的体现 对不对啊 这当然是错的 具体体现是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 完全对立 这当然也是错的 C呢 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答案是对的 C 商品生产者 在从事具体劳动的同时 也付出了抽象劳动 这是对的 E 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 抽象劳动 至上相同的 链上是有差别的 也就是可以比较的 所以答案呢 是C D 1 C D 1 第五个指示点 商品的价值链 取决于什么 商品价值链呢 它是凝结在商品当中 一般人类劳动的链 也就我们用抽象劳动 来衡量商品的价值链 它取决于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但这个劳动时间 指的是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 也就是说生产这个东西 所必须要花费的时间 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 这里一定要注意 不是个别劳动时间 所以它是指社会平均数量程度 和劳动程度下 制造某种价值 所花费的 劳动时间 这是呢 商品的 价值量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而变化 二者呢 是呈反比的 劳动生产率越高 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就越小 越低 但如果个别企业 生产商品劳动时间缩短 只能说明 这个企业劳动效率提高了 并不能反映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增加了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题 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 以社会平均劳动 数量程度 和劳动强度为标准计算的 制造某种使用价值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称之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里面啊 B跟D呢 容易搞混淆 所以如果不认真听课的话呢 可能一看到这个选项 马上就把B选上了 这个是不对的啊 大家做题一定要注意 第六个知识点 商品的社会价值 它的本质是什么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 就是商品的社会价值 商品的社会价值 商品社会价值进行交换呢 它的交换的依据 是同部门 同类产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的 是商品交换的依据 商品的社会价值 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单项选择题 就是一个单项选择题 商品交换的依据是什么 商品的社会价值 那这一题就来了 答案呢 是选A 答案选A 很简单 第七个知识点 决定和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 有哪一些 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说了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它与劳动生产效率是成反比的 那么哪一些会影响到劳动生产效率呢 一个就是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 越熟练劳动效率越高 生产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 越科学越合理 那么劳动效率越高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这个科学技术应用的越 广泛水平越高 劳动效率越高 那么还有就是 生产资料的质量效能 自然条件 这些呢 也都会影响到劳动生产效率 好 我们进入第二节 第二节呢 是货币的产生与智能 那么在讲货币之前 我们一定要理清 货币啊 它的价值表现形式 是经历了四个阶段 那么哪四个阶段呢 就商品的价值形式啊 从最初的简单 偶然的价值形式 到扩大的价值形式 到一般价值形式 再到货币价值形式 也就意味着 商品 我们怎么来表现它 是经历了这四个阶段 那这四个阶段 是怎么样发展 演变的呢 其实我们最初 就要从原始社会开始 原始社会啊 当时一个人 他如果抓到两只野兔 但是呢 他又需要去换一袋粮食 这个时候 他需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不能天天吃野兔啊 他这个时候 可能多了两只野兔 我吃不下了 不然我天天吃 吃得发欢对不对 那想换一袋粮食吃 但这个时候 他如果拿两只野兔 要去换一袋粮食的话 我们就注意到 这个过程是很难的 因为首先他要找到 有一袋粮食的人 而这一袋有粮食的 就有一袋粮食的这个人 他同时也要有这种意愿 来给你换两只野兔 于是这个时候交换呢 你才能成功 所以当时最早的 我们称之为叫简单的 偶然的价值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呢 不容易成功的 所以这两只野兔的价值 就要通过一袋粮食来表现 对不对 这是一对一 好 到了后面的话呢 这个人就开始想了 那我干嘛要用两只野兔 去换一袋粮食呢 那我能不能 我用两只野兔 去换一个 别人都想要的 一种其他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干嘛要吃粮食啊 我就不能吃水果嘛 于是我两只野兔 我就可以去换一袋水果 或者我去换一袋牛 不换一头牛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两只野兔的价值表现形式 它可以由多种方式来表现 于是就形成了扩大的价值形式 那么后来再发展 人们的头脑又开始进步了 我两只野兔 我可以干什么 我可以先去换成一种贝壳 贝壳大家都想要 于是我用贝壳 再去换其他的东西 但所有的东西 都与这个贝壳相交换 而贝壳再去与其他东西交换的时候 于是就有了这个贝壳 就成为大家都接受的一般的物品 叫一般价值形式 而当这个贝壳固定的 充当货币的时候 就成为了货币价值形式 所以这四个形式呢 就这样来演变 那么这一题是17年 考的我们刚才讲的 四种价值表现形式的定义 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 价值表现在 在与它交换的一系列商品上 当然是扩大的价值形式 如果他说 是因某一种固定的商品 充当一般等价物 那就是一般价值形式 如果他说这个一般等价物 已经成为一种货币 那就是货币价值形式 到了没有 找关键词 这一题答案是选B 第二个 再看13年这道题 这道题呢 很明显 关键词 充单了一般等价物的 某一种商品 这当然是 一般 价值形式 第二个知识点 货币产生对商品 有哪些影响 货币啊 它是商品交换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自发产物 也就意味着 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价值表现形式 当某一种 一般等价物 固定的 充当货币的时候 于是 这个东西 它就成为货币了 它是商品内在矛盾 发展的必然结果 货币出现以后呢 商品内部的 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 劳动 具体劳动 和出现劳动的矛盾 私人劳动 与社会劳动的矛盾 就发展成为 商品与货币的 外部对立 就成了这一种 那么15年呢 就考到这个知识点 就是商品与货币的 外部对立 由三个矛盾来体现 分别呢 使用价值与价值 具体劳动与出现劳动 还有就是 私人劳动 与社会劳动 第三个知识点 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那当然 我们从定义上 就能看出来 货币 它是固定充单 一般等价物的 特殊商品 这就是它的本质 也是它的定义 它体现了不同的 社会 经济关系 第四个考点 是货币的五大智能 这个五大智能呢 很重要 分别是 价值尺度 我们不仅仅要 知道是五大智能 而且还要知道 这五大智能的 含义 储存手段 流通手段 支付手段 世界货币 价值尺度呢 它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大小 比如说 一件衣服 放在那地方 写着三百元人民币 而这个三百元人民币 只是一个标识在那地方 它用来衡量这件衣服的 价值的大小 这就是人民币 也就是我们的货币 它的作用 它的值能 价值的尺度 还有就是流通手段 你掏两块钱 去买一瓶宽泉水 那么这个时候的两块钱 就起到了一个流通交易的媒介 储存手段 我们有多余的钱 把它存起来 以备兼来 不备一些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 用来使用 所以它是独立的价值和财富的一般形式 还有支付手段 支付手段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借了别人的钱 或者欠别人的钱 你把这个货币支付给对方 所以它一定是支付 收销货款或债务的 单方面转移 支付手段一定要跟 流通手段要区别开来 流通手段货币呢 它是等价交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而支付手段呢 它是单方面的转移 还有就是世界货币 世界货币就超出了本国到国际社会上去充担货币质能 那么具体它有表现为 对于世界货币这个质能 表现为具有国际购买手段 购买外国商品 作为国际支付手段 平衡国际贸易差额 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 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 比如说美元 大家都需要 这个 充担世界货币呢 这三个作用 智能都能很清楚地看到 那么我们货币的五大智能当中注意 前面两个是最基本的智能 也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我们看 13年这道题目 认为呢 货币只能除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之外 还有三个吧 分别是储存手段 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 你看 题目都很简单 那我们再来看14年这道题 它说 货币被用来支付商品 奢卖过程中的货款 用来支付债务租金利息 等款项智能 这很明显 是一种价值的单方面的转移 答案是选 D 支付手段 如果它说是在商品流通过程当中 用来交换 商品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流通手段 17年 考的呢 是比较细的 世界货币的智能 它说货币在执行 世界货币智能是作用 三个 实现国际商品交易 这个平衡国际贸易 实现国家间财富转移 答案是选 A D E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考点 货币流通规律啊 它的基本内容 就货币 产生以后 在市场上流通 有它自身的流通规律 是需要的货币链 由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额 和货币流通的 平均速度来决定的 其实这个知识点 就是由马克思的观点 提出来的 我们只需要计一个公式 那就是MS 等于 Q 乘以P 除以M 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市场中 货币流通 到底需要多少 它是由 社会将要销售的商品的数量 Q 乘以 P 这些商品的价格 Price 和流通的速度 货币流通的速度 来决定 从这一个公式 我们就能看出来 货币的流通量 它与 商品 未来销售的数量 和价格 是成正比的 这两个值越大 需要的货币流通量 就越大 而跟货币流通的速度呢 是成反比的 是成反比的 所以后面写了这么多 实际上呢 都是围绕着这个公式 我们来看这一题 根据货币流通规律 决定商品流通中 所需要货币量的 因素 那当然你马上想到 MS 等于Q乘P 除以M QP M分别代表什么 就是这里的 流通中商品的速量 不就是Q吗 商品价格水平 不就是P吗 货币流通速度 就是M吗 所以答案是 A B C 好了 我们接下来 进入第三节 价值规律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这样的规律 价值规律 是商品经济的 基本规律 基本内容是 商品的价值量 由生产这种商品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来决定 这句话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而且我们一再强调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它不是个别劳动时间 商品交换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 实行等价交换 所以我们的价值规律 实际上简单的就是三句话 一个就是商品价值量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 第三就是要实行等价交换 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就是价值规律 答案选A 价值规律实现 如何表现呢 就如何现实表现 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现实生活中啊 价值规律对生产交换的活动 支配作用是通过价格运动 来表现的 那我们注意到 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商品 它实际上都是通过 价格的高低来调节的 而且我们说商品的价值 它是由它的交换价值来表现 而交换价值就是价格嘛 对吧 我们通俗所说的价格 所以它是由价格运动来表现的 商品价格的确定呢 又是以价值为基础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但价格呢 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市场供求关系规律的影响 供不应求 价格上涨 供过于求价格下跌 17年 考到这道题 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料 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调节 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 当然是价格机制 好 再看下一个考点 价格规律的作用啊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价值规律 一个呢 是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 这个只能是事后 因为只有当价格发生波动以后 或者资源配置了以后 哪个地方过剩了 好 价值规律开始起作用 过剩的地方呢 才有资金退出 那商品退出 然后才起到调节 那么第二呢 是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当你这个价格跌了 这个时候 你就要考虑 你这个生产效率是不是要提高呀 你把成本降下来呀 对不对 那么第三呢 促进商品生产者在市场中 优胜劣汰 所以价值规律呢 有这三个 所有 我们来看17年这一块 就考到了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价值规律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 A 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 但记住 这个只能是事后 那么C 刺激生产者改进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 还有就是 D 促进生产者在市场中 实现优胜劣汰 答案是 A C D 再看 13年考到了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实际上是把价值规律的 第一个作用 就是进行资源配置 说了 它是一种 事后的 调节 它只能做到一种 事后的调节 不可能 事前的预判 还是做不到的 好了 各位考生朋友 我们第二章 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呢 就讲到这里 这一章当中 总共有三节内容 这三节呢 涉及到15个知识点 请考生朋友们呢 尤其 重点要掌握 商品的 两大属性 使用价值价值 那么两大属性又是由 劳动的爱从性 来决定的 那么另外呢 第二节就讲到了货币 它的产生发展 那么四个 价值表现形式 五个 货币的职能 那么最后一节呢 就是我们的 价值规律 好 我们这一章内容 讲到这里 再见 我们这一节目标准备了 我们这节目标准备了 我们这节目标准备了